哈喽 大家好 几时此刻我在北京道香村的门口 今天我要去给我的朋友们拜个年 跟我一起去挑一盒点心匣子 走吧 那样意思 还有那个小兔子饼吗 没有 牛水饼吗 没有 那种可可蛋糕可以给我装两个吗 可以 这个是一样的品种吗 只不过就不同颜色是吧 没有 这个是果酥咸味咸口的 没想到 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个点心匣子外加二两二锅头 是北京人走亲朋友的标配 如今伴随新中式糕点香气 创意十足的点心匣子 再次成为春节送你的主角 大家终于买完了 看这满满的一盒 我现在就要去跟我的朋友见面了 见到我的朋友了 来自格鲁吉亚的 唐曼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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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好特别 是的 非常的特别 这个叫梅龙煮茶 这是中国古代的人 特有那种生活方式 目前也是现代年轻人 追求那种社交型方式 今天给你带来了北京特色的 点心匣子 好 我们一起拆盘看一看吧 好 干杯 干杯 它里面有蜂蜜吗 有点蜂蜜的味道 真的 嗯 这个当中也很好 我给你讲一件特别可惜的事情 我们现在去买糕点的时候 因为是兔年了 嗯 所以有很多人都在排队买 小兔子的糕点 就是这样子的 看 哇好可爱 对啊 如果我们买到就可以把小兔子的糕点吃掉了 蜂蜜那么可爱你 怎么可以吃兔子 哈哈哈 其实我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哦 什么习惯 快年 好 省着今天的机会 感谢你的礼物 哇 给你办个年 新年好 新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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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